8月3日结束的奥运会跳水男子担任三米跳板决赛,中国队选手谢思逸拿下金牌,王宗元顶住压力,摘下银牌,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30枚金牌和第19枚银牌。 恭喜中国跳水队,也恭喜谢思逸和王宗元。 第一轮,王宗元407C,向内翻腾三周半报息,难度系数3.4,得到86.70分。 谢思逸5154B,向前翻腾两周半,转体两周,难度系数3.4,拿下91.80分。 第二轮,王宗元5337B,向后翻腾一周半,转体三周半,难度系数3.5,得到84分,总分170.70,位居第三名,差英国选手0.05分。 谢思逸5353B,向后翻腾两周半,转体一周半,难度系数3.3,得到89.10分,总分180.90,稳居第一名。 第三轮,王宗元5156B,向前翻腾两周半,转体三周,难度系数3.9,得到85.80,回到第二名。 谢思逸207C,向后翻腾三周半,难度系数3.6,得到86.40分,总分267.30,位居第一名。 第四轮,王宗元307C,向后翻腾三周半,难度系数3.5,得到84分,谢思逸307C,向后翻腾三周半,难度系数3.5,得到94.50的高分,领先第二的王宗元21.3分。 第五轮,王宗元207C,背身翻腾三周半,难度系数3.6,拿到了91.8的高分。 王宗元的总分是432.30分,领先第三名英国选手2.05分。 谢思逸407B,向内翻腾三周半,躯体,难度系数3.7,得到94.35,总分456.15分,稳居第一。 第六轮,王宗元109C,向前翻腾四周半,难度系数3.8,得到102.60分,斩获银牌。 谢思逸谢幕动作,109C,同样向前翻腾四周半,难度系数3.8,得到102.60分,斩获金牌。 这场比赛除了王宗元和谢思逸表现出色之外,日本选手四内剑引发了很大的关注。 在第三轮中,四内剑的动作是5353B,3.3难度,出现了巨大的失误,几乎是直接趴着进入水面,仅仅跳出了29.70分。 要知道的是当时巨大失误之后,四内剑三轮的成绩,还不如很多选手两轮的成绩呢? 确实很尴尬,四内剑这样重大的失误,也是令教练非常无奈,只见他的教练团队无奈地将头转过去。 这位41岁的老将表现糟糕,要知道的是这是四内剑第六次奥运会之旅,从1996年,四内剑就参加了亚特兰大奥运会,期间只缺席过2012年伦敦奥运会。 其他的奥运会都参加并且全都打进跳水决赛,可惜今年东京奥运会,本土作战的他到了决赛表现不佳。 完成六跳之后,全场给这位老将鼓掌,41岁的四内剑也是泪洒赛场,很感动,最后要恭喜王宗元和谢思义。 他们用自己的表现给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跳水梦之队赢得了荣誉,也期待他们接下来的表现。